我们这一生造作的业 有善业有卧业 哪一个业力强 强着心情 牵着你先去脱胎 那我们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这一生 实践修善的力量很强 那就天道 实践力量不强 还可以 大概有个中等 那就是人道 中平实践人道 上平实践天道 我们齐心动力 言语造作 跟实践对照一下 做到了多少 十三一道经里面 只说了一个大纲 没细说 细说在戒律里头 在小陈经里面 中国古人 唐代中业以后 佛门里头 无论出家在家 二中弟子 根本界 根本界 都用儒根道 做技术 这一轻 七百多年 在家出家 学佛的同修 成就非常 可观了 证明 古神先贤 选择的是正确的 我们今天 提倡 用儒家 弟子规 用道家的 太上感应品 做基础 一教修显 再学 十三一道 就不难了 这三个根 咋吻 根深地固 我们才会有成就 这三个根 是必须要的 三个根 三个根 才是善人 这三个根 都做到了 经上说的 善男子 善女人 西方极乐世界 主要知道 借使 主上善人 居会一处 换句话说 不是上善之人 你到不了 极乐世界去 阿弥陀佛 很慈悲 想借你去 极乐世界的人 不同意 因为你不善 这些道理 都必须要搞清楚 不识念佛 不灵 是我们的条件 不具足 不消灭世界 不幸 我建议 你不知 你不知 我建议 你不知